你應該是有猶豫吧 當然有猶豫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是劉大哥 我們在餐會上見到面 飯不能亂吃的意思 我本來是要邀請他 參加我的計畫 就是我們想要邀請很多企業家 是很喜歡這種冒險旅行的 然後一起分享他的成功經驗 就變成他邀請我去南極 然後就 剛剛只聽到的時候覺得 這不關我的事吧 就是我也贊同冒險精神 我幫你轉PO就好了這樣 那後來發現 我幫你分享就可以了 第一次我拒絕了 因為那時候理性上來 覺得太危險 然後我有老婆有小孩 有家人啦 對 我的兒子才剛出生 我覺得我不要玩這個事情 但後來就還是忍不住 那佑聖怎麼說服家人 你還 我爸媽早就放棄了 因為我的一路上的 從冒險王時期就已經 就已經知道這孩子 就已經超過他們的理解範圍 所以但看我每一次也就平安回來 就慢慢對我有種信任 那但是我的太太 我的小孩就不用解釋 因為太小了 就一直跟他講有妾兒有妾兒 他說這樣就好 可是我太太就是 她跟妾姐有點像 她很了解我們 知道不讓我去的話 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她只能壓抑她自己的那些擔心 然後一副很輕鬆的說 好啊你去啊 我父母是從頭反對到尾的 就是你怎麼去解釋都沒有用 那我太太是 OK 她就是 當我告訴她說 我想去跟著 就到南京去拍這部紀錄片 她就答應了 後來師傅我問她說 你怎麼那麼阿莎莉就答應 她說 如果我不答應你的話 我會被你念到80歲 對她就覺得 她看到未來 但是最後我記得要出發前 有一場跟所有家屬的 道別的一場參會 道別宴 不是道別 聚會 就聚會的聚會 要出發了 對 要出發了 那我太太就眼神這樣 帶著淚水 然後就對著這個劉大哥說 要讓我 要讓綠州活著回來 哇 你知道那個 對 我知道那個壓力會 對於一個 離閣而言 那個壓力會非常非常大 然後我在我家準備裝備的時候 就發現我太太幫我保了 計額的保險 這是需要的 這是對的事情 對 其實師倩是一個 思慮非常周全的人 可是 有策略 我今天在講這件事 我到現在我對這件事 耿耿於懷 對 所以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一定要活著回來 對 倔強的那個 就是非常強大的力量這樣 講到這件事導演 我是從你紀錄片才知道 就是我們後來簽的生死狀 是放棄所有保險的 真的嗎 還是放棄所有保險的 對 我知道 意思是 倩姐簽的那些都 都沒有用 要作廢的 原則上從智力飛到南極之後 全部都沒有用 對啊 所有保險 所以我那時候遺囑也是 把保險規劃規劃 後來事後看了紀錄片才知道 原來那簽下去那一刻就放棄了 那根本就白規劃 那我問你 你是不是沒有認真看那個生死狀的內容 都英文啦 看得懂 大家都簽 我沒有想說 我一定要簽才能出發 只能簽 對啊 你不簽不行 可是你不會覺得像 我們自己的太太那麼支持你 當然會很感謝啦 只是到後來你不會覺得 你也太支持了吧 什麼意思 你也很危險嗎 對對對 但是我們還是很正向去看待這件事 瑪莉我要告訴你 太太的策略 永遠會比老公多兩層 對啊 他們可能是智者